南投高昌旁边三坏错排水忽暗 因旧有气软石忽暗年久烈化 破损 杂木树根更是张裂墙面 在经校方陈勤后 县长林明珍日前也率领县府团队到场会刊 因为这个不耐 建设到这边可能那么久了 大概有二三十年了 过去啊 我们的工程方式都是用 干切啊 手头去 抹抹抹抹起来 切实的 传统的这个 异酒堂的方式 把它做起来 已经连酒了 三十年了 相信这个粉级土啊 都在腐化 如果我们没有立即的来加强保固 恐怕这个卵石会掉下来 如果水大的话 把肥肠冲倒了 土壤流失了 对我们高商的教室啊 会过程很大的危险 县长林明珍指出 富安年久以来已经烈化破损 将会请县府团队紧速改善 保障老师及学子的安全 所以我们今天来废堪啊 我们的侯校长啊 上次来废堪啊 他就向我们建议 所以我们回去啊 就积极的来求助警惠啊 让学生啊 有个安全的教室啊 给他们上课啊 所以我们县政府啊 来发两百万啊 把这个围墙 堂土墙啊 做好 让学校啊 把这个围墙能够 安全射出啊 能够牢固 南投高商校长何金彪表示 富安年久烈化的情况 对于师生有极大的危险 也感谢林县长前来会看 边缘都改善 这一次呢 波坎能够来加强 对于师生的安全 维护 注意非常大 感谢我们的县府同仁 林县长带领的县府团队 对于教育的关心 我们再次 我代表我们全体师生 向各位致最大的歇意 我们也会把地方教育做得更好 让我们篮头的文面更加美丽 先元于秀应指出 三块错排雪湖安的问题 对于师生来说非常危险 也感谢林县长答应改善 避免豪雨冲刷发生会题 在我们南岛古乡旁边 三块错排水花 因为这是用酒头来建的 所以说很多年都没有改善 有一些别 甚至说它的草法发现 相当的危险 这次我们也感谢林县长的用心 全天来这会统 并且答应要来改善 尤其边是南岛古乡 安全第一 学生还是老师的安全 也希望回抗之后 可以迅速来四天 劈勉路大火的时候 会发现故随的问题 也期许在回抗过后 相关囊委能够紧出规划来施工 将户案改善 避免大雨来临时 危及到失身的安全 记者兄弟南投採访报道